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SHOCK 欢迎收听 Ivy老师带你一起 好好谈恋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一下 怎么样好好谈恋爱 那今天这个故事呢 也是一个来咨询我的朋友 他带给我们大家的 那他的问题 我最近几年我发现 他这一类型遇到的状况越来越多了 他其实呢也是工作了没几年 大概工作了两三年吧 他的工作呢是当老板的PA 然后呢他来找我的时候 前面的三个月 他刚刚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其实之前的工作经验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进入到这个新公司之后呢 老板就特别器重他 特别觉得这个小姑娘能干啊 漂亮啊 各方面都很好 我讲到这里你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老板的想法是什么了 对不对 所以呢老板就默默的 把公司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工作 都让这个女生开始有接触啊 有学习啊 有经手啊 慢慢的有一些东西就让他管理起来 那那个女生就非常开心啊 受宠若惊 觉得这个老板那么器重他 但是女孩子嘛 其实我们大家基本上 都有那一颗敏感的神经啊 这个人是纯粹的欣赏我的工作能力 还是对我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其实女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感受到的 就发现这个老板呢 会常常借有一些需要出差的工作 让这个女生陪他一起出差 那在出差期间呢 就会带他去很高档的餐厅 然后一些旅游景点 然后一些游玩的项目啊 什么微波冲浪啊 然后去一些网红打卡的餐厅啊 就是给他营造一些浪漫的约会氛围 那几次过后 女生都大概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什么意思了 而且呢 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呢 老板都会送一些礼物给他 因为这个女生 他的态度都是不拒绝的嘛 所以慢慢慢慢的 这个老板就会跟他讲一些 如果说我们谈恋爱的话 我就会给你找一个怎么样的房子住啊 然后每个月送你一个包包啊 就会给他一些承诺 那其实这个来咨询我的女生呢 他突然之间遇到一个这样的成熟的男性 这个老板要比他大20岁 其实他一时间是不知道该怎么招架 怎么应付才好 可是老板是他的老板嘛 对吧 在工作上也很照顾他 给他很多额外的好处 然后无论是在经济方面 生活品质方面 都让他大开眼界 他以前是不知道说 哇原来约会是可以这么这么的烧钱呢 去山顶吃一顿饭 原来需要花那么多钱啊 原来是可以买到定制的这些衣服啊 包包啊 珠宝啊 等等的 原来是可以参与这种上流社会的宴会 是这种感觉 虽然他出席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以老板的PA的这样的身份出席的 但是老板也会给他一些预算 去准备很漂亮的裙子啊 对吧 美丽的高跟鞋啊 然后他瞬间就会觉得 自己整个社交圈都破圈了 向上社交了 进入上流社会了 那种感觉就是对于一个 只工作了两三年的人来讲 是极具诱惑力的 那他也跟我讲了 他的担心是在哪里 虽然这种相处方式啊 给他很多惊喜 但是对于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人 发出的交往的要求 他是有很多自己的顾虑的啊 我相信在听我的节目的各位 你们应该如果今天你是这位女生 你应该也会有很多的顾虑吧 他会想说 如果说今天只是谈谈恋爱而已 他觉得嗯 这个老板其实是蛮符合 谈恋爱的这样的男生的标准 可以带他去看世界 可以让他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 在工作上又可以指导他 但是如果说今天需要他 献出自己 他又有点 觉得不是很愿意 所以他来问我 他问我的这个问题啊 非常高难度 他就问我说 老师有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 我还继续享受现在老板对我的照顾 但是我不需要做女朋友 因为只要不做女朋友 他对我的一些要求 我就可以不要答应啊 你们觉得可能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答案是什么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想这个老板比你大20岁 你20几岁他都已经快50岁了 对吧他见过的女生也很多 这个老板他是离异状态啊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他对待这个女生 他也不是说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 他的确不在婚姻状态里面 他是至少客观条件 是可以跟这个女生 长期的相处下去的 那他有这个年纪 他势必是有这个人生阅历 他也不是傻的 他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完全为了一种感觉 不停不停的为一个女生去付出 所以如果说你要继续拿着他的这个付出 他势必是要求你要有回报的 这女生听到我说的这个答案呢 其实他心里也早就知道会这样 但是他就是非常纠结 我说你纠结的点 是不是人也想要 钱也想要 这个人也想要呢 想要的人是自己这个人 不是他这个人 但钱呢 是想要对方的那个钱 他就很尴尬的笑笑说 的确是这样的 虽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 没有机会遇到说 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老板 愿意为自己花钱 给自己创造工作的机会 带着自己去看世界 可能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机会 遇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会遇到感情里面 我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是不是 我也遇到过很多很多 这样子的咨询是 我想要这个男生的外形 但我希望有那个男生的耐心 我想要有这个男生的经济状况 但我希望有那个男生的情绪价值 会不会 尤其是当你桃花比较旺盛的时候 对吧 有一些女孩子的确是 非常招男生喜欢的 她不一定是长得非常的美艳 她的个性啊 她的各方面的这种举手投足的气场 就特别吸引男孩子 我身边就有那个 她外貌不能算非常出众的女生 但是她就是特别有男人缘 那这个时候就陷入纠结了 我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我告诉你们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就是你这也要不到 那也要不到 咱们不要那么贪心 真的不要那么贪心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最后不做出选择 人家就觉得你已经做出选择 给出答案了 那在这个女生呢 因为这个老板就是她的优势和缺点 特别特别的明显嘛 所以这个纠结 那个矛盾就特别的激烈 可是我们无论是在选男朋友的过程中 觉得我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还是说 我已经选好了 就是这一个人 但是呢 我既希望她努力工作 又希望她花很多时间陪我 其实也是一种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那反过头来 人家是不是也可以对我们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我又希望她美若天仙 对吧 我又希望她富可敌国 你说如果遇到一个男生 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是实现不了的 对吧 单单一个要求 美若天仙 就已经很难实现了 单单一个要求说 富可敌国都是非常难了 你还有两个都要 我们在一个人身上 你去要求他 两个都有 或者多方面都做到非常优秀 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 就特别不现实 我们要去想 其实谈恋爱的时候 恋爱为什么难谈 就是因为人的这个需求 它是多方向的 复杂的 又是不稳定的 我以前小的时候 也是我是个眼狗 眼狗就是只看颜值 对不对 很多人小的时候 谈恋爱都是觉得 那张外貌是特别特别重要 这很正常 可是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觉得说 他有时间陪我是很重要 再过一段时间 觉得说 他有这个经济能力 能跟我一起买一个家 是很重要的 再过一段时间 又觉得说 男人能不能买家都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疼你才重要 人生过去的时间 他的需求 是会不断不断改变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你要非常清楚知道说 我当下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我当时也问这个女生 我觉得做心理学老师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提前批判这个人 你不做判断 平常你们如果希望 自己人员很好 也一定要记得 你们在沟通的时候 别人跟你求助的时候 你先不要批判这个人 因为人有任何的情绪和想法 都是人之常情 他会有的想法 我们可能也会有 不止他 其他人也会有 所以存在即合理 我们先不要给他 盖棺定论说 这女孩子 就是贪慕虚荣 就是图人家的钱 先不要这样子 我那个时候就有问他 我说 那你现在这个阶段 你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毕竟他很年轻嘛 这个女孩子也特别老实 特别实在就告诉我说 老师 其实我现在最想要的是 有一个男人 可以带我去看看这个世界 那你看这句话 其实他内心就已经有答案了 只是他很难接受说 他跟一个比自己大 20岁的人去交往 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他 这个才是他非常非常 介意的点 我说 既然你现在觉得 有一个男生 的确的像这个男生 他是比你早奋斗了20年 他才拥有现在的 这个物质基础和人脉关系 你愿意拿自己的 这个时间去交换 他的这些资源 而且在过程中 你不别扭 你不勉强 其实这就是一段 感情的基础啊 对吧 我们不要用 别人的标准来 要求自己 而且你现在 没有那么喜欢他 说不定你交往一段时间 你又觉得 哇成熟男生 好有魅力 对吧 感情的形态啊 感情的相对关系 是有各种各样的 我说你别想那么多 那个女生 谈到这里的时候 她就 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每一个当下 你用单一的一个需求 去看透 看清 就就着这个需求去 我们的困扰 我们的痛苦 会少很多很多 我们常常会听到 就是一个人在描述 自己的感情的时候 会讲说 他除了这个这个 其他都很好 只要他改掉 这个这个这个 我是可以跟他 长长久久的 这句话 其实就是我们要求太多 我们要求太多了 一个人身上有一个 你至关重要 喜欢的优点 已经是非常非常 好的一点了 那其他的 就是在恋爱的过程中 你去考量这些缺点 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这些缺点 有没有大到你 即使他有其他的优点 你都无法接受了 拿一张纸出来嘛 把他的优点缺点 写一写 把你最在意的优点 用红框框圈出来 把你最不能接受的缺点 用黑框框圈出来 然后把这两个因素 在你内心里面打打架 到底是那个优点 让你更着迷呢 还是那个缺点 让你更厌恶 做一个加减题嘛 这个答案就互之欲出了 那个女孩子 的确后来 跟我很坦诚的聊 她也知道说 以她现在的状态 去判断 未必这段关系 会是一个长久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男生 给她提供了 那么优渥的物质条件 给她那么多的机会 去接触一些 她原本的实力 无法接触的东西的时候 短短的三个月 让她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一样的认知 也提升了不少 她觉得这个男生 至少跟她相处 她是可以感觉到愉快的 然后这个相处呢 也是体验感很好的 我说既然是这样 那男生也很明确地 说出了她想要交往的意图 人家也不是说 来跟你 就那么一次 对吧 她不是这样子的 她是希望跟你去尝责的 那我觉得是可以 去交往看看的 对吧 我们不能把有钱 反而变成了 她的缺点嘛 她就很坦然地 接受了这一点 而且呢 我一直提倡一个角度 各位宝贝们 不要把谈恋爱 或者结婚 想成一件 很大很大的事情 只要你发现 你选错了 发现你做错了 我们都是有机会 从头来过的 但是在选的时候 很认真地选 在发现错了的时候 也很认真 很妥善地 去做出一个调整 就可以了 然后在任何 你纠结的时刻 先想一样 你最想要的那一样 是什么 即使你最想要的那一样 有非常非常的离谱 都没有关系 去选你最想要的那一样 我有遇到过 女孩子就是不能接受 男朋友体重超标 她就是喜欢瘦瘦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 去感受一段感情里面 给你带来的幸福感 也没有人可以去评判 你这个选择 到底是对是错 你喜欢 你就奔着你那个选择去 你的人生就会简单很多 下一次你觉得 其实胖瘦对我来讲 没那么重要了 那个男生是不是 能够理解我更重要 没有关系 去磨合 去表达 去选择 艾薇老师希望各位 都能有一段 很好的恋爱 那如果你在感情里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Instagram来PM我们 我们是有在提供情感上面的一些咨询的 那你们可以在Instagram搜索 ivypanunderscore 搜索到我的账号来PM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